另一個好成績呢 則是出現在男子雙人雙獎的項目上 我國選手呢 汪明輝跟游宗威以6分29點11秒的成績拿下了銀牌 在水上奮力的滑向終點 男子雙人雙獎決賽 中華隊汪明輝跟游宗威的組合 保持穩定的速度衝向終點 以6分29秒11的好成績替中華隊拿下銀牌 雖然冠軍由大陸隊的張亮帶軍抱回 但是中華隊奪下好成績真的費盡全力 在前兩天的敗部復活戰 汪明輝跟游宗威抱著絕對不能輸的決心 一路領先 努力往前滑 終於6分36秒87的成績 拿下復活賽第一名 擠進了真牌戰 如願拿下銀牌 我可以接受失敗 但是我不能接受放棄 這個獎牌對汪明輝更顯珍貴 專注於華傳賽事的他 過去三度代表臺灣參加奧運 2008年奧運寫下了對時24名的最佳成績 渡花亞運拿下第六 廣州亞運南單拿下銀牌 而這次的雙人組合再替自己跟中華隊拿下銀牌 也替自己的獎牌棒再添一枚榮耀 記得上面 余家豪 臺北報導